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超级激动的 因为要给大家分享 我的手机里面有什么 我是一个就是APP控 就是我会去下载很多新鲜的 然后有趣的各种各样的APP 一般同一个软件我都会尝试很多种 然后选出我最喜欢的一个 所以我的手机里面真的干货特别多 然后这次肯定会有一大堆种草的新单 大家就都拿好自己的手机 然后跟着我来一个一个的种草吧 那首先介绍一下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是iPhone6 是黑色的 然后我的手机壳是这个Grumpy Cat 超不开心的有没有它 它是那种硅胶的那种质地 像这样 跟大家讲一下我的那个 我的锁屏和我的屏保 全部都是在微博上面找的 然后我微博上面有关注一个叫做 Wallpaper小剧场 然后我把它名字打在下面 我的所有的就是各种背景啊 然后锁屏啊桌面啊 全部都是从它的微博里面找的图 然后它的微博里面的图都没有水印 先说这个下拉菜单里的好了 这边是就是日期时间 对了我的手机系统现在是英文的 然后这一个插件我特别特别推荐 这个插件就是可以显示 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它会显示你手机的内存还剩多少 刚刚忘记讲了我的内存是16G的 然后你们可以想象我这里面手机里面的东西都是精华 因为我只有16G我根本下不了太多的东西 所以那些很占内存的东西我就用不了 我这里面真的都是精华 真的精华 这里会显示你内存还剩多少 然后会显示你现在上传跟下载的速度 然后还有这边是什么 好这边是这个是什么可用的内存吗 反正就有三个东西我觉得特别使用 然后底下是天气 现在气温是11度 下面一个是calendar 就是日历 这里我会把我所有的要上的课 然后包括我的实验 还有比如说有什么讲座 我都会把它存在我的calendar 日历它有两个嘛 就是一个是当天的 还有一个是第二天的安排 然后再下面一个是clue 这个软件的插件就是 它是一个记录女生的生理期的一个app 然后它这个插件就会提醒你 下一次姨妈是几天后来 下面这个软件叫days matter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它就是可以算你的就是 比如说你想算什么纪念日啊 然后什么节日啊什么假期什么时候来 比如说我这个就是到英国已经53天啦 好然后再下面一个是一个汇率的插件 比如说英镑然后美元和 最后一个是台币 就是你可以自己设置 然后它这里会显示三个 这就是我的下拉菜单 最下面我最常用的一些软件 我放在最底下 然后一个是信息一个是照片 一个是设置 还有就是app store 然后第一页 第一页长这样 首先这个是日历 这些都是系统自带了 要放在我的第一页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它一定是系统自带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是我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这个日历 然后是闹钟 电话 我其实来这边以后就不怎么拿电话了 直接会偶尔 非常偶尔会接到电话 其他的时候这电话基本不怎么用啊 电话 天气 相机 浏览器 然后照片 备忘录 最后一个是播客 播客这个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会听里面的就是学英语的一些就是广播 你们会不会听到我煮饭的声音啊 我旁边在煮饭 我刚就是刚才回到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 我刚去做了实验 然后回来一路就买菜啊什么的 回到家已经两点了 太辛苦了 好 然后接着讲回来 如果你们听得到的话 那个是我煮饭的声音 就是咕噜咕噜的那个 播客 然后我最近有点懒 所以就没再听 如果想要学英语的小伙伴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微博上搜搜那种清单 然后如果你们有毅力的话 可以坚持听一下 好 这就是第一页 讲完了 翻过来第二页 第一个是微博 这不用说了吧 我每天每天每天都会看的 微博 微信也是每天都会用到的 然后第三个 这个 这是一个记账的软件 这个叫做daily cost 然后它现在应该是要收费的吧 但是之前我是敢在那个限免的时候下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么软件什么时候限免的话 可以去关注app 就是它是会po各种推荐各种好用的软件啊 然后包括有什么限免的消息 它都会在它的微博上讲 这个就是记账的啊 但是其实我现在用下来感觉没有很喜欢 我之前用的那个是ahoro 应该是这么读的 它也是一个记账的软件 然后那一个它可以分好几个账户 比如说我的电饭锅在响 好我继续讲 比如说你就是有不同的银行卡啊 然后有现金可以分不同的账户来寄 这样的话就 嗯 你到月底就可以看的很清楚 卡的消费都是不同的嘛 但是这个就没有那个功能 这个的优点就是 它真的非常的简洁 它的界面真的很好看 然后你下拉下来记账的话 是有很多个分类的 然后这些分类都是你可以自己编辑 比如说你会把常用的拖到前面来 不常用的放到后面去 然后也可以记你的注意 就是你的备注 比如说这笔钱是买 用来买了什么在哪里花的 在这边会显示你这个月 或者这里可以显示你这一周的就是花销 然后它会把你分成好几个类别 这叫什么 扇形图 我下个月应该还会用回之前 我刚刚说的那个Ahoro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好用 然后下一个软件就是奇妙清单 这个Wonderlist 这个是免费的 这个真的超级好用诶 我前段时间就是会经常用它 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就是如果你的电脑也是MacBook的话 它在电脑上也有 然后在电脑上也是免费的 这样你手机电脑就可以同步管理你的清单 有的时候不想拿手机 就在电脑上面直接勾掉就好了 比如说 这超市点进来 然后我说我要买淀粉 好然后再点开 你就可以设置你的到期日提醒的时间 它会提醒你什么时候要做 还可以在底下再加小的分类 比如说要买两包淀粉 一包是什么什么淀粉 另一包是什么什么淀粉 然后还有还可以做备注 比如说一定要是哪个牌子的淀粉 我现在都是用本子寄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用手写 但是有的时候本子不方便的话 我还是会记在这个软件里 这软件真的很好用强烈推荐 然后就是网易邮箱 我下的是Pro版 反正都是免费的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应该没有区别吧 这是黑色图标的这个 然后邮箱的软件我试过很多个 但是它是唯一三个邮箱都可以同时管理的 因为我有一个是新浪邮箱 一个是网易邮箱 还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邮箱 我们学校的邮箱是Outlook的 然后很多那个 很多邮箱的app都不支持 反正我就试过很多app 这个是三 唯一一个三个都可以支持的 它好吵 这种软件都有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在电脑上面读过的邮件 在这里不会显示已读 就是它不是同步的 你必须要在这里再重新读一遍 但是它这个往上拉 这里就可以有一个全部标记为已读的字样 就你点这个的话就全部已读了 然后这边是我的几个邮箱 接下来是有道词典 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地球人应该 不地球人 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吧 有很多网络词汇啊 或者是很不常见的词 它这个上面都会有 我就觉得还蛮方便的 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Clue 就是记录生理期的一个app 那个app store里面排在前面的那些app 我几乎全部都尝试过 然后这个是我唯一一个留下来的 这真的很好用 我应该用了已经有一两年了吧 有没有这么久 首先它这个 这个界面就很好看 然后点进去你可以上锁 因为有的时候你把手机给别人看 别人不知道是什么点进去 结果发现 嗯 会有点尴尬嘛 点进去之后 界面就是这样的 嗯 就这里是今天嘛 然后月经期就是这个 点中间这个圆点就可以输入 它不只可以计算你的月经期 而且可以用它来记录你每天身体的状况 比如说你睡了多长时间 比如说记录体重 然后再拉过来 就有很多很多类别 你就可以自己选 然后你对你想记录哪一些 你就把它选在这边 就在设置里面选 这真的真的超级好用 而且它有个优点就是 它算生理期真的算得很准 就比如说它是你是输入的数据越多 它是根据你那个数据来推算你下一个生理期 就相差大概一两天两三天的样子 所以这个强烈推荐 再下一个是网易云音乐 这就是听歌的软件了 这个软件不火的时候就开始用 嗯 它火起来应该是上大二还是大一的时候吧 就是微博上突然有人说 这个很好用 然后就大家突然一下就都去用了 但是我其实在那个之前就一直在用它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CNFM的功能 就是你点进去以后 它就会根据你的喜好来给你推荐歌 我会把我这个月爱听的歌 都加在一个歌单里 然后到时候会在微博上面跟你们分享 是Google Map Google Map就不用多说了 就在国内的话 大家应该都用百度地图吧 在国外就用Google Map 我出国之前就在网上大家都说什么 这个Google Map不是很准 但是我觉得很好用 接下来是UCL GO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APP 在这个里面可以查 可以查课程表啊 可以上Moodle Moodle就是我们老师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布置作业啊 布置任务什么的 所以这个很实用 再接下来一个是Foodie 我在那个 哎呀 这样好奇怪 在微博上发的照片 经常会有人问我 就是我用的是什么滤镜 我基本上照片都是用这个在拍 你看我把它放在第一页就知道 我真的很常用它 它拍出来的照片 就是它的滤镜都很好看 不管是它虽然名字叫Foodie 它本来也是设计用来拍食物的 但是你用来拍风景拍建筑拍人都很好看 所以强烈推荐 我这里面的东西只要我不刻意去讲的话 一般都是免费的 再接下来一个是QQ阅读 这个就是读书 读电子书的 其实我之前还蛮想买一个Kindle的 但是我后面发现就是我在这边上学 每天都得带PAD去 如果我再背一个Kindle 我得包就太重了 所以我就会用这种阅读软件来读书 你想读的书的TXT文档 再把它通过那个WiFi传输 把它传到这个软件里就可以读了 我现在在读的是Gun Girl 这个看了电影 然后这个书 这书好长哦 然后看的很慢 现在才看到27.5% 我是来英国之后才开始看的 它现在更新了之后 可以换那个背景的颜色了 我现在是蓝色 有时候在地铁里啊 或者等人的时候 或者干嘛干嘛 闲着没事干 就可以看一下书 最下面一个是 默默背单词 这是一个背单词的软件 背单词的软件 我基本上也全部都尝试过了 就是不能说全部吧 90%我都尝试过了 我大学期间在用的是摆瓷展 然后我觉得那个的话就是很有趣 这个呢就界面就朴素一点 但是我觉得摆瓷展有一个缺点就是 就是它的词库比较少 它的词库没有这个丰富 现在背的是词汇进阶6000 里面大多数的词 我是有就是比较模糊或者是不认识的 然后有小部分的词是已经知道的 这个就是单纯的背单词 然后长得丑丑的